我們這十顆胚胎是齊染幾次? 三次還是四次?算不清了 好多次 十顆裡面有一號跟十號、六號跟八號都是正常 其他的像二號很漂亮、四號很漂亮 但是忍色體都不正常,我們就放棄了 那我們今天把一號跟十號動起來 我們把六號跟八號 那剛剛我們看那個胚胎的螢幕 你轉過去看一下 這個叫做孵化,就是好像小雞已經跑出雞蛋的蛋殼 今天第六天這個狀態是隱孵化是最好 大概這個有一顆就一包、兩顆就兩包了 尤其是染色體 所以送你這裡有兩個寶寶乖乖 希望這兩個寶寶乖乖 要乖乖躺在這裡 這是子宮內蒙 因為我們有做那個PRA 所以你看它的厚度 變得這麼厚 PRP啦 我們有做PRP 就寫小板的置範數 來到1.1 三條線 一條、兩條、三條 那胚胎的位置呢 胚胎的位置在這裡 1.47 這個位置 有點像在台灣島裡面的 南投裡面的日夜潭 就是正宗一樣 所以更裡面容易外運 更外面的話這裡不會發音 這裡是最好的 所以位置好 好 子宮內蒙也做過血小板的 血漿素換素 染色體也都 特別是染色體是正常 外觀非常漂亮 所以 這個再不發音就 不可能 太沒有天涼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次 你累積了 等一下 你這麼遠的從三峽過來 我們希望這能夠 3.2.1 要這一次能夠成功 看能不能 雙胞胎 好不好 好 雙胞胎 好 讚 10月20日 林小姐的植入胚胎 兩顆都孵化了 這個是林小姐 10月20日植入胚胎 都已經孵化出來 第一顆 第二顆 這個都很漂亮 已孵化 所以 染色體正常已孵化兩顆 我們自己的經驗 大概 一定是法音的 這個這一顆 比剛剛那個又更好